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受制剧这个地方来开始说明 那我的题目是受制结构的动名词的分析 那这边要特别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这篇文章呢 是去年年底在那个FAS 在那个Workshop of Formal Semantics and Syntax 就是刑事剧法语法工作方底头发表过 去年的主办单位是中研院员所 那很感谢当时在会议上给我意见的同仁跟老师同学 那基本上这篇的发想呢就是从被制剧来的 那要特别说一下这篇的大概的结构 是首先会简介这个议题 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想要研究受制剧 第二个就是受制剧跟被制剧有哪些可比性 让我可以有一个切入点去检讨受制剧的句法 跟它的语意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个就是受制剧的句法词类是怎么样分类的 它究竟是属于介细词或是属于动词等等 那被制剧如果同学已经有看过课本的话 已经复习过的话 那课本里头是把被制剧里头的被当作主要动词 那在英语里头 它的过去式是用一味的分析 那不过在汉语里头不是一个一味丰富的语言 我们认为那个被制剧基本上的被是一个主要动词 然后后面是加上一个IP加上一个动词组 或者是更大的一个词组当作它的补语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认为受制剧呢 跟被制剧的被一样是动词性成分 所以在第三小节我会进到结构的分析 那分析被制结构是怎么样 那第四小节的部分会讨论它的论源结构 那因为论源结构在我们当代汉语里头 我们还没有涉略太多 所以我基本上今天的那个报告 就会在前三个简介词性跟句法分析里头去多做琢磨 那第五个部分是这篇文章还会稍微提到 跟蒙兽语有相关的结构 比如说招字句招受的招 然后或是让给等等 那不过是很简略的说明一下而已 然后最后是它的结论 所以这是这篇大概的结构 好首先看一下 我为什么想研究受制剧 原因是在课本里头 对于被制剧 我们有一个分类 就是汉语的被制剧 分为直接被动跟间接被动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第一句跟第二句 是属于直接被动的部分 那直接被动又分为长被动和短被动 长被动呢 就是它的格式是像NP1被NP2加VP 也就是说张三被李四打了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句话的语意 其实是李四打张三 变成了被动 张三遭受一件事情是李四打 那张三被李四打当中呢 这个背后面的这个论源 这个NP2它是有出现的 那第二种直接被动 我们所谓的短被动呢 则是在这个地方没有 所以它长被动跟短被动 唯一的差别 就是背后面有没有一个论源 所以短被动来说 例子就像是张三被打了 那这些都是直接被动 这两句 那间接被动有两种 间接被动的第一种叫做包含式被动 第二种叫做排除式被动 包含式被动呢 它的例子像是张三被李四打断了一条腿 那一样这是一个被 那后面有一个论源 是可出现不可出现都可以 那比较特殊的是打断了一条腿 这个命题哦 这里头有出现一条腿 它是比这个前面的长被动 短被动都多了一个论源 那这个多了一个名词组当作论源 那这个论源呢 事实上必须跟主语有很接近的想法 就是说这条腿一定是张三的腿 所以其实是张三被李四打 但是打的打断 打的部位是那一条腿 而且他被打断了 所以这叫做包含式的被动 也就是说多出来的这个论源的部分 它其实必须跟原来的 承受这个事件的受试者 它是有相关性的 那如果是不相关是什么 比如说像排除式被动第四剧的 王建民被运动家打出了一支拳雷达 那这整个事件其实是运动家 在球场上 这个队伍呢 打出了一支拳雷达 但是呢 这个被制剧里头的主语王建民 其实蒙受这个事件的 也就是说 somehow 运动家打出拳雷达这件事情 跟王建民有点关联 他可能是他敌对的人 那他就承受了打拳雷达 被打拳雷达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叫排除式的被动 所以包含式的是说 这里这两个论言有极其相关 他必须有所谓的零属关系等等 张三的这条腿一定是张三的 那打出拳雷达呢 只是另外一个事件 让王建民蒙受 那根基于课本对于受制剧 对于被制剧的分类 有这四种 长被动 短被动 然后包含跟排除 各位如果回去看那个课程 影片的话 可以复习一下这四种被动的分析方式 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他把 被制剧 长短被动 分析成一个主要动词后面接 分别接IP跟加VP动词组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就来看 我的起心动念呢 就是这样子 从被制剧的分类来看 受制剧 那受制剧呢 我们看他 如果放到刚刚那四个格式里头 我们发现句子都是不好的 张三被理是打可以 可是张三受理是打了不行 或是受到理是打了都不行 张三受打了当然也很不好 张三受理是打断一条腿 这个也很不好 王健平受运动家打出一只拳雷达 你将那个被的部分 换成受的话 句子全部都是不好的 那这会很奇怪 因为受跟被同样都有遭受蒙受的语意 可是为什么他的四个结构 在受替代成受之后都是不好的 基本上被跟受几乎是禁义词 那为什么会不好 可见不是语意的关系 那我们要怎么样句子好呢 就是首先呢 你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让那个父子后面 受制后面的出现的卫语成为一个复杂卫语 所以张三受理是打不好 可是张三受到老师张三受到理是的打击却很好 张三受理是打击这里没有得 张三受理是影响也可以受影响很大 张三受父母责备了一整天 责备一整天也是好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直接被动的部分 长被动短被动都是好 可是间接被动的这个句子都是不好的 比如说受到理是攻击一条腿 即使你把这个急变成攻击也是不好的 那还有王建民受到运动家打出一只犬内打 这受是完全不好 打急也不行 不管你打什么都是不好的 所以可以见得直接被动的部分 如果把后面的卫语变成一个复杂卫语的话 句子会变好 那第二种修补方式是把它迷误化了 张三受理是攻击可能不好 张三受理是打可能不好 可是张三受到理是的打击 如果你加上得的话都会很好 张三受理是的打击的攻击 那当然有些还是不好 就是比如说打死 张三受到理是打死 张三受到老师拉拔长大 张三受到父母骂哭 这些没有得的情况 没有修士语的情况 或是零属隔位的情况 句子还是不好的 所以要让兽的句子在被对应句都是不好 要让它好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成为后面补语的 成为复杂谓语 第二个就是明误化 那所以呢我们得到结论呢 就是被跟兽有部分相同 有部分不同的形式 那但是它的语意是极其相近的 那讲到语意的部分的话 这里有讲到几点 也是在我的文章有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被呢 常常会跟负面的语意的动词 比如说打或是绑架这类的来一起出现 可是近代的时候 最近的时候才发现这种被一定要用负面观感的语意的句子 已经稍微改善了很多 很多表示正面的或neutral中性的都可以 不过兽字句还是比较更为中性一点 你受到父母的夸奖 受到长辈的鼓舞 这些很正面的位于都可以出现在兽的后面 那但是兽呢 第二个就是兽呢 它的句法表现又不完全跟被一样 好 这是关于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兽字句 我们知道它的基本格式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来分析它的句法 首先是它是什么词 那一样兽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借词 一个是动词 那你如果回去看课本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两个词类也是课本里头对被字句去做分析的 两个可能性 在进到这个受字句的词类词性之前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就进到它的词类词性 首先是借系词 课本对于被字句的分析也是第一个是假定它是不是借系词 因为在英语里头 John was hit by Mary 或是Mary was hit by John 这种by John 这个by通常是当作一个借系词 那原因是因为 英文是它的分析是 主动变被动之后 那个失试者 失语这个动作的人已经不重要了 那承受这动作被这个受试者会变成句子当中的主语 变成最重要的成分 那 by John 这个部分 by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借系词组 所以你可以说John was hit 不必讲说by 就是Mary was hit 你不必讲by John 也可以 它就是一个借系词组 那这个借系词组它的特性跟汉语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借系词组可以出现在句子当中的不一样位置 所以比如说典型借系词组像汉语的根 我根章山处得很难 这个根章山 那你会发现根如果是个典型借系词 它在汉语里头 它可以出现在句首像B句 或者是出现在句尾 像是20的C句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这是借系词的属性的话 我们就来看到瘦 张三组当是瘦道老师在 那瘦道老师 我们要知道瘦老师会不会是一个借系词组 那我们把它放到句子的其中其他地方 其实只是放到那个副子的前面 你就会发现就是不好的 那更不用说你把它移到巨首 所以张三昨天说到理事打击很大很好 可是呢你把瘦道理事往前移 移到副子前面或移到巨首 句子都是不好的 所以以那个阶系词第一个特性 就是它可以移位到放在句子当中 不同的位置来说 瘦加NP其实是不像阶系词组的 所以呢这边提到就是说 阶系词组减型的 比如说跟NP可以移位 可是呢瘦加NP呢 却通常不是这样 对不起通常不是这样 那这边要讲是另外一个事情 对不起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阶系词组 比如说像根NP 它是独立的一个成分 所以它才可以以根NP为一个单位去移动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 在树状结构里头 如果它有一个节点代表它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成分 还有它可以移位到不同的地方的话 它也会是一个成分 那这里要讲的就是 张三受到父母处罚 我们先不看后面这半部 我们先看到这前面 张三受到父母处罚 我们如果认为受到父母是一个单位 是一个阶系词组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 以它为单位可以去做移位 或者是删除 或者是其他 聚法的operation 那不过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写一个句子 叫做张三受到父母惩罚 老师责备 那在这个句式里头 你会发现这个父母处罚跟老师责备 它是类似相同的成分 就是有一个名词 然后后面有一个类似 未语结构的情况 那你这个父母处罚跟老师责备 现在在这里显示出来 它可以做对等连接 这汉语的对等连接 它并不需要那个end一定要出现 是pause 就是停顿点 也可以表示是前面跟后面是做对等连接 那可以做对等连接的成分 通常是一样的 所以名词组跟名词组可以做对等连接 可是名词组跟动词组是不行的 好 那所以在这个句子里头 我们发现父母处罚跟老师责备 可以被对等连接 可见它是一个成分 那如果父母处罚是一个成分的话 那受到父母就是 被分开 被切割开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它就不会是一个界隙词组 所以这第二个23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他也受到父母其实也不像是一个界隙词组 那受就不会是一个界词 那第二个测试我们来看受是不是动词 那在第一次上课那个词类分析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动词的判准有几种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再看这个好了 比如说否定词 否定呢一般呢是跟着主要动词的 那张三没有受到老师罚 我们这里有一个受也有一个罚 那你会发现那个否定词它是跟着受 张三没有受老师罚 或是张三不受老师罚 你把它翻成 你把它换成张三受老师 不罚或没有罚 把不跟没跟法一起并列的话句子是不好的 所以否定词只能搭配瘦而不能搭配后面的补语 那可见这个句子当中的主要动词应该是瘦 这是第一个测试 那第二个测试我们说是A那A的构词 汉语在照余问句的时候有一个方式是将动词做A那A的格式 所以呢 以这个受字句来说 我们可以把三一三二张三受不受老师罚 受不受罚 这个受字句呢 来把它做A那A 那你会发现本来 受字句就可以做A那A 那如果你把后面的那个罚不罚来做A那A 张三受老师罚不罚 张三受罚不罚 其实都很差 句子都是坏句并句 所以可见这个A那A只能做在受 而不能做在罚 这也是第二个测试 这第二个观点告诉我们这个 其实受是句子当中的主要动词 那最后一个就是他可以加了着过 我们把乐 这正 成这种 这种表示体貌的 表示时间的标记 在英语里头 当然它是一个 这种时间标记 它可能1D它是一个 黏着 它是一个必须附着的非自由词速 所以它也是会附着在动词上 那在汉语里头也是一样 乐折过它是可以跟这个 受合搭的 可见它也是一个动词的属性 那根据上面两个分析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受它不会是一个介词 它是一个动词 这是蛮明显的 那这一点上来说 它比背还要清楚许多 因为背呢 虽然我们到最后课本也是结论 把它分析成动词 但是它并没有像受字句的 那个语料这么清楚 就是好句子坏句子 没有那么区分的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 结论就是 其实呢 这个受字句的受 是句子当中的主要位语 它不是一个界隙词组来的 然后呢 它选择一个名词 当它的主语 所以它会有一个像长背动 短背动一样都会有一个 蒙受事件的角色 受事当作主语 那后面呢会有一个补语 那这个受后面的补语呢 我待会会讲出我的分析 它是一定有一个小句子 然后呢 它的那个逻辑上的宾语 就是蒙受这个事件受事者 会是跟主语相同的一个对象 然后最后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界隙词组 好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我的分析了 就是我的解法 解法的话就是我基本上认为 受是一个主要动词 那受的后面呢 通常是一个名误化的成分 名词性的成分 那这个成分你说老师 你如果说老师 你看张三受到老师严厉的批评 这个有的我可以说它是修士语 所以它批评会是一种名词 那没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张三受到老师批评 这个老师批评 你也要老师也要把它分析成一个名词组呢 原因是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动名词型的成分 动名词就是像类似45这样子 John's drinking of alcohol John's drinking Drinking看起来好像是动词组 而且它有加一个ing 是一个看起来像体貌标准 像是进行式的一个形态 可是它可以被这个所有格所修士 所以表示它是名误化 名词对不起 动名词性是一个名词成分的来的 而且它可以给off alcohol 就是怎么样的drinking 还可以去定义它 那这个跟46的John is drinking alcohol 其实不大一样 因为46的drinking是真正的 动词性的成分 然后它是一个 加上一个进行帽 那45的它则是一个 drinking则是一个名词性的成分 所以我认为张三受到老师批评 老师批评看起来像一个动词性的成分 可是它不是一个VP 不是一个动词补语 它比其实是一个名词性 那我认为就有点像动名词这样子 对比到英文的这种句式里头 那我就去找了这个 知道我的想要的走的方向 跟检视了这个句式的基本结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找文献 那找了好几个 看了很多文献之后 我再找到了那个 某程2004有一个对于这个joram joram我们就说是动名词 就是刚刚ing形式的那个例子 对于joram对于那个动名词有两种分类 那正好我觉得可以拿来用 它的分类是怎么样 它认为有名词性的joram nominal geram跟verbal geram 那分别代号是ng跟vg 那ng跟vg的差别在三个地方 首先就是 它是不是动词性的动名词 要看它能不能指派这个兵格 兵格就是它能不能有兵语 有兵格的动词呢 就会有可以接一个兵语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它的主语 它是否能够有一个所有格当它的主语 然后最后就是动词性的成分 一般都要被副词来修试 所以你可以从它的修试语来看 它是名词性成分或动词性成分 所以在英语里头这个vg 我们说的动词性的动名词verbal geram 就是例子像Michael running the marathon 它是这样一个动词的感觉 它的句词 那没有is 注意没有is 那NG的话它会像是 The running of the marathon 那一样 一样的话它是有这个marathon的 就是跑马拉松 可是跑步这件事情 整个被名词化了 那它整个是像名词 所以它可以加off 加上那个marathon 那注意它的失试者 Michael就会变成一个介细词来引接的 那另外一个vg就是说 它可以加上那个subject 组格Michael可以出来 所以你可以说Michael's running the marathon 也可以说Michael's running of the marathon 如果它是动词的话 Michael's running the marathon的话 就是不需要off了 来引接这个marathon 可是如果是NG 就是所谓nominalgeron的话 如果是名词性的geron的话 它必须用off来带marathon 因为它没有宾格 所以必须有一个介细词组 带鼠格给 而不是鼠格 那个斜格 来引接这后面的名词组 那这是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 对于这个geron 对于动名词 在英语里头它的分类有两种 就是动词性的跟名词性的 那它的具法不同 就是能不能引界宾格 或是它需要一个介细词组 才能带另外一个名词出来 当宾语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没有主语 有没有subject 第三个就是它的修饰性成分 是副词或形容词 那我们知道名词是受到形容词修饰 动词受到副词修饰 那根据于这个multen的这个 对于nv跟gv的区分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看汉语 汉语恰恰好的这两种 名词性的跟动词性的geron 那我这边也依照它的这三个属性 去找到它的对应句 所以以张三受到批评来说 后面是一个批评 单纯的批评 那批评它可以被属隔所修饰 所以你可以说张三受到理事的批评 那这些都是名词性的属性 所以52跟54A 是属于名词性的补语的这个动名词 对不起我这里应该讲的是 这个理事的批评有的 所以它无庸置疑是名词 它无庸置疑是名词补语 但是我们比较要研究的是 52跟53这两个句式 这两个句式是 对不起跳出来了 这两个句式是 我刚说要对应到这个multen的 ng跟vg这两类 比如说张三受到批评 这个批评看起来是名词性承评 那你可以说张三受到理事批评 这里足语这个理事可以出现 是呼应这个句子 这个这个属性 第二个属性就是说 动词性的动名词可以有足语 所以看英文里头也是 英文里头也是这个 michorrunning 这个是动词 michorrunning 这是动词 vg的特性 那张三受到理事批评 除了足语不能省要出现之外呢 他不需要介系词出来引界另外一个名词 你不用用介系词出现 另外就是修士 修士是怎么样 修士我们可以在这个批评前面加修士 张三受到我们刚讲是张三受到批评 那你可以加上严厉的批评或全面的批评 那加上这些之后呢 它是句子是好的 可见这个刚刚讲的这个52这个句子 它是名词性的动名词 所以才会受到这个形容词的修饰 这是一个ADJ的Modifier 那如果是严厉底的话 你如果让他用壮语 这里有点tricky 就是说同学说不大容易区分 但基本上的那个逻辑是要讲说 受到修士 批评前面修士的是形容词 那那个如果是受到理事批评 张三受到理事批评 这个第二个53这个句子的话 如果是这个句子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是可以加上 副词性成分的修士 张三受到理事严厉的批评 张三受到理事全面的批评 那所以以这个修士语来看 也有形容词跟副词这两种区别 那我们知道动词性成分 一般就受到副词的修士 那另外就是跟背字句 能不能相容这件事情 因为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说 被就是被动这个事情 跟这个动名词是合搭的 所以你看Michael's Sung the National Anthem 那个国旗 对不起国歌 他唱这个国歌 那本来是singing the National Anthem 那如果你用被动是having song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你也可以说Michael's being smoked to the king 只要是被动的成分出现的话 一样啦 就是说他还是可以被动名词化 加上ing 变成鼠格可以修饰他的动名词成分 那在汉语里头呢也是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测试 那我们会发现瘦呢加上被字句都是不合答的 就是他是不能一起出现的 那这原因呢就是因为呢 汉语里头的这个瘦 他本身就已经是动词性成分了 所以对他来说 再加上一个被也是动词性成分的话 两个就是争抢着当着剧中的主要动词 而且语意又雷同 所以他碰在一起的话根本是龙罪也是不需要的 在被字句的分析里头 我们认为他是剧中已经要担任主要动词的成分了 所以被也是 所以才会造成626364的病句 那如果加上体貌标记呢 因为那个动名词成分还是一种 有动词的表面 但是是名词的属性的一种成分 那我们可以发现把两招过加进去之后 如果是一般正常的名词加上了杂果 那不行啊 因为他不是动词 他怎么加上体貌标记 那不过呢 这个理事批评这个确是可以的 那原因就是他还介于动词跟名词之间 还有动名词的特色 好 那接下来在我的文章最后我就用6个测试 就是在6个情境呢 是名词会出现的地方 包括准分列句的这个 试的试的右边 还有细词句的主语 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话 细词句的主语通常是名词 还有关系句 什么什么的把关系化之后变成中心语的这个 关系句的中心语 然后再来就是对等连结 你可以拿一个名词组来跟你想要测试的成分做连结 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 刚刚受到批评这个句式 在这些成在这些结构当中 是不是都可以出现在名词一定要出现的位置 这个批评这个东西 那在测试名词性动词 动名词这个批评这个地方 我把它放到这6个情境当中 会发现除了准分裂句以外 其他的句式都是可搭的 都是证明他是名词的 那 动名词的性的动名词 就张三受到理事批评 我们刚刚说他是一个VG 那VG的部分放到这6个情境 则是句子都怪怪的或是很不好 那包括对等连结会好一点 张三受到理事批评往远 这好像是还可以的 这个是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名词典型要出现的方的位置 那你如果放了理事批评 这个动名词 动词性的动名词都是不好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 这6个情境告诉我们 动名词组也有这个NG 就是动名词跟动词性的区分 那名词性补语的话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种名词 理事的批评嘛 所以他是6种情境都可以合搭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就来讲说动名词 名词性动名词跟动名词 来讲说 以名词性的动名词会跟名词性补语比较接近 从这6个情境来看 那最后呢就要来看一下这个 受跟受到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没有时间讲太多 我不过在文章里有讲 我认为受跟受到是因结束不一样 然后还有体貌标记能不能放在他的小句子里头 然后还有就是能不能做这个借词悬挂 这三点是不同的 那其他都受跟受到是一样的 好 那第4节我刚讲过就是他的论源结构 稍微的 先暂时 在你们把那个贝字句复习完之前 先暂时 直接跳到这个其他句式里头 这个也可以跳过 好 那其他句式里头我要说的就是呢 贝字的分析 是一般认为这个贝是一个主要动词 就是在这里 它是一个动词 那它上面接一个补语是一个IP 然后所以张三贝李四打了 它的结构是这样 这样子 它并不是一个界隙磁组这样子 这让我想到了提醒提醒我 应该下次请助教提醒我 就是我们有一份讲一讲 那个句法的时候 有请大家画术当做功课 那我们在课堂上有空的时候再回来讲 再回来请同学实体上课的时候再来画 好 那所以呢 让 也可以是这样分一下 它是一个致实语力的动词 好 招字句 招字句这边课本 就是我的文章里头有讲到它的五个属性 首先呢 它就是不能够是单纯动词 它也是 构词必须要有一个补语 然后构词比较复杂 然后它不能跟那个静态位语合搭 然后或者是感官的动词 然后呢 它的语意呢 还是有这个 施用或者是承受的语意 然后呢 有一些成分 比如说 注动词 否定词跟时间负词都必须在它前面 然后它不能跟故意结合搭 原因是因为它的语意的关系 故意通常我们是用来测这个足语 是不是一个失试者 因为什么张三故意打的李四 肯定张三是一个失试者 那你可以说李四故意被张三打就很奇怪 因为他是蒙兽招兽的人 好最后结论就是说 我认为受字句呢 跟被字句呢 跟被字句一样的地方是 它都是一个man print 它都是主要动词 主要位语 居中的主要位语 那比较不一样是被字句 后面是加一个IP或是VP 那受字句后面则是一个 动名词组的补语 那有动词性的动名词 名词性的动名词 VGNG 然后还有一个单纯的 的 单纯的Gera 就是单纯的名字 名物化的名词 然后呢 它的构式是像动词加上一个论源 加上一个次要补语 这样子 那它其他的 特性呢 在刚刚的第四节讲的 我就跳过了 所以现在别不讲 然后还有它跟招字句跟张字句 有一些可比性 有些地方像是有些不同 那基本上这就是 呃 呃我对于这个 呃 受字句的一个文章